Li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墨西哥狐狸邀請賽 那這場比賽有邀到我們台灣選手 這個Z40 這個台灣選手有雲大 還有這個Solakuma 天空熊 再來這位綠色的玩家 他其實是Z40 他的名詞常常在那邊改來改去 不知道在幹什麼 他的名詞非常的多變 我們看到綠色這個是Z40 對手都是法國 非常有名的選手 像迷害的話 也是在我們頻道上比較常出現 他這個馬姑姑 紫色的話就沒有那麼常見到 他應該也是團戰蠻厲害的 不然也不會來到邀請賽一起來比 這張地圖是游牧 是台灣人最熟悉的地圖 游牧 游牧的話他的娛樂性只是比較高一點 玩起來也不會有那種挫敗感 因為背景大部分的四箭 都是隨機部分也是蠻高的 但是游海的關係 還是可以有一定的維持肉量 有一定的配置 經濟上來說也不會非常弱弱太嚴重 那就只有一開始的選子來說 就是比較運氣的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邊 天空熊選子選在中間 我們先來看台灣隊 克拉德在中間的位置 下面就是米亥 米亥跟馬姑姑 是差不多同等大將的 那剛好台灣兩隊最強的玩家 都被對到了 那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 D40 D40在左邊這個位置 其實分部來說 台灣隊都是比較偏中間的 法國隊的話都是偏上下方的 紅色是馬姑姑 左邊的話是紫色 好那我們就先來講文明 先來講對手的好了 波波人最大的特色 是可以讓隊友使用這個 騎馬的這個標騎兵 那這個騎馬標騎兵的優勢 是可以騎馬的 這個叫什麼應該叫做 標槍騎兵 不是標騎兵 那標槍騎兵的話他的肉量是 比一般戰毛兵的肉量比較多一點 但是血量上來說也是比較多 而且跑速也不錯 那如果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你需要用到戰毛兵的話 但是你隊友又有波波人的話 那就建議不用去升級 戰毛兵的升級 直接出這個標槍騎兵就可以了 那個標槍騎兵用起來 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但是肉量就消耗到多了一點 這算是一個小小細節 那波波人的後期呢 都是主打一個落宮 團戰來說都是落宮為主的路線 那在前期的話 在游牧可能會去打海 因為波波人的海其實也算不錯的 因為波波人他有這個戰艦的移動速度增加 出這個火燒船 這個火戰船之類的 都有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打海戰的話其實蠻建議的 他先去打海 那他的位子其實也蠻適合打海的 然後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是 看一下喔 黃色 迷害 這邊是選擇越南人 越南人的話是有地玩戰毛 可以給隊友使用的 哇 怎麼覺得法國隊這邊選的文明 好像有點怪怪的 怎麼選擇兩個團隊加成的文明 而且都是戰毛垃圾兵路線的那種 他們已經預計要 看到打到垃圾兵路線了嗎 有點微妙 好 那緬甸 不是緬甸 越南人在團戰的扮演角色 通常都會出一些藤甲弓箭手 然後配上大象 作為主力喔 那他後期的紫幣技術 我可以讓他獲得非常多黃金 但以幽默來說 越南人感覺並不是選的那麼的好 我個人認為 我覺得越南沒有那麼的強勢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是選擇的馬力人 那馬力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彪悍精神 而且王 挖黃金速度特別快速 再來就是挖黃金挖的特別久 那馬力人的後期喔 都是打騎兵喔 中期可以打個飛刀的獵手之類的 那整體來說 馬力這個文明 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優勢喔 他前期雖然可以省下一堆木頭 然後去趕快撒農田啊 或是 爆漁船之類的 但團戰來說的話 可能還是要到後期喔 才會比較有巨大的優勢 那中期來說的話 公兵騎士路線都是蠻適合馬力人的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台灣隊的選手 那這場比賽喔 我是沒有看的 所以我是直接來判斷 這場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講錯的部分喔 屬實正常 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為什麼我不看呢 最主要是我想要有 那種跟大家一起看比賽那種感覺喔 所以才要這樣子做的 不然我也是很想要偷看結果的 好 那來看一下波勢喔 波勢的話 在海陸混合圖 其實比較適合的 就是有捕魚啊 這種地圖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碼頭跟城鎮中心 都會有這個工作效率的提升喔 所以不管你要出打海的部分 還是在陸地上開呢 都有一定的經濟實力 並不會太差 那波勢人的後期喔 在團戰來說都是主打遊俠的 那試情況的話 也可以出重裝駱駝 這就是波勢人團戰的一個彈性的好處 那後期呢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波勢工兵喔 但應該不太需要 因為通常對手會出工兵幫頂喔 所以後期的波勢 主要出遊俠跟駱駝 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隊友 這個雲大 雲大是選擇的朝鮮人 朝鮮人在游牧來說是非常厲害的文明喔 他這個前期的塔攻喔 非常的煩 後期的這個 逸程技術喔 控土也是相當強勢喔 而且還有這個馬戰車可以用 所以開局開在石頭旁邊喔 是首選的喔 有石頭的話 他就可以盡情的開稿喔 要不管你要插對方啊 或是防守 都有一定的優勢喔 而且挖石頭的效率又快 所以朝鮮人來說 在游牧我覺得算是選擇非常漂亮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Z40喔 Z40那邊選擇的是博更帝人喔 那博更帝人最大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經濟科技喔 那對於游牧來說的話 可能這個效果並不會非常明顯喔 但是 如果他有能開龍中空間的話 那就是非常加分的 那目前喔 博更帝在後期的一個影響力喔 尤其是團戰喔 可能還是要出火炮火槍 還有遊俠為主 那其他單位我都是看出的喔 還有這個馬上輕裝兵啦 馬上輕裝兵也是他團戰的一個主力首選喔 那目前看起來是天空熊會打海 然後對手是伯伯會打海 兩邊海戰對抗可能是這樣子 好 但是由於上方喔 這邊有人的關係 所以波斯這裡不能打海 那有可能是變成Z40喔 這個博更帝人去打海 那博更帝人打海的話 可能就會沒有像博博人那麼有優勢喔 因為移動速度人家有10%加成 好 那Z40這邊好像是要直撐喔 23P 直撐然後把漁船拉一下 直接升這個奴炮戰劍喔 然後去升這個火戰船 好來看一下對手會怎麼開稿呢 那綜觀看起來我是比較看好台灣隊的喔 當然是也是因為我是台灣人的關係喔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台灣隊會贏 文明上來說我覺得台灣隊是選的比較好一些的 那對面選的比較好的文明我覺得只有 伯伯跟瑪莉吧 會比較好一點 越南真的選的有點偉妙 確定是不是件好事喔 但是又是米亥選的又不能質疑他 人家是職業選手級的 這個實力一定是厲害的 這邊紅色果然開搞了天空熊 天空熊直接被插了一根箭塔 但還好他這邊也是有挖石頭的 所以這裡待會還是可以蓋一根箭塔 去反制回去的 那這邊天空熊其實可以拉一村喔 你看這個邊邊角角 其實這個村民是可以捅到這根箭塔的 拉一村然後這邊蓋個石牆 然後繼續開拆 對方要揪這根箭塔的話 你一定要出小弓喔 他有出小弓喔 唉唷有小弓耶 那沒事 難怪天空熊不去拆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看到這隻小弓 哈哈哈哈 我想奇怪天空熊的話會去拆才對 越南後面有出射箭場 好看一下越南人這邊 越南人這邊會怎麼打呢 這邊是先挖石頭想要反制 可能會先在這邊插一根箭塔 先守住一下自己的 彩石區域 那雲大的第一時間喔 是沒有打插塔流的喔 是沒有開稿 這邊是想要先升十代嗎 迷害這邊升到了城堡十代 但是台灣隊這邊喔 都是直城喔 全部都直城都已經點下了城堡十代 並沒有跟對手打太久的封箭十代 只有天空熊插了兩根箭塔 防守一下自己的資源點 那雲大這邊是直接狗上去 升到城堡十代 要來插城堡 然後出馬戰車的路線喔 好這邊直接出了蒙頭 果然是伯恩帝這邊打海 但是這邊戰艦已經 跑到天空熊後方的漁船了 那雲大 雲大的漁船被追著跑 這邊戰艦開始在反擊了 昆帝出了兩艘火戰船 那這邊迷害也是升到帝王十代 這邊帝王十代 要先來蓋一棟城堡嗎 石頭量其實蠻夠的喔 這邊蓋一棟城堡還不錯 還可以空金 我覺得他會插在這裡 這個位置還不錯 還是要插深入一點 插這個位置可以 高地 那雲大師選擇了正面的部分 要來直接升入對手 好馬戰車 那待會可以考慮出個投石車之類的 升到城堡時代的波斯天空熊 是選擇出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來出投石車 來砸到左邊的箭塔 那也可以蓋個馬 最後出了騎士喔 也是蠻適合波斯人的 好 這裡的漁船跑到右邊 開始躲 好 那戰艦部分 柏柏人這邊 還是數量比較優勢一點點 雖然現在有時代上的優勢喔 但奴炮戰艦還是需要升級的 柏柏人這邊待會才有可能會打輸喔 現在只要稍微拉打一下 好 但波柏人的這個 船艦10%移動速度太快了 這火戰船跑得好快啊 追著打 這就是船艦10%移動速度加成的優勢 數量優勢的時候可以追著對方打 非常輕鬆 好 三台戰艦繼續控 射爆了Z40大量的漁船 那還好 這裡有一艘火戰船即時出來拯救一下 好 全部燒乾淨 好回到陸地上 馬彈車第一時間是來搞一下瑪莉 瑪莉這邊的村民直接被暴打 馬彈車現在是無雙狀態喔 那米亥這邊很聰明喔 直接正面開圍了起來 讓對方不能直接長驅直落 那右邊這邊也是開始在圍 這邊想要來分隔米亥跟瑪莉喔 那目前雲大的策略喔 可能是想要先把 米亥這邊跟隊友隔離喔 讓瑪莉人喔 要同時對付天空手跟雲大 那雲大這邊只要出馬戰車 天空雄只要出頭子車 然後3TC開農喔 就可以打出這個經濟差距喔 還有這個時代的優勢 那Z40喔 只要很專性的開農 然後把自己的戰船喔 弄得好一點喔 就沒問題了 好這裡再補一個神聖中心 這個越南人沒事做 跑來搞Z40喔 Z40直接被騰甲攻堅手給壓制 但這邊只能自救喔 看要不要去補一個城堡 出一個馬上清裝騎兵喔 但現在要自救也是很困難 因為這個戰艦要一直出喔 那還要去救隊友 所以其實沒有太多的這個資源 可以第一時間去補 好透子車過來 繞過來想要先解決瑪莉 瑪莉這邊是有可能直接被毒根的 但是這邊終於可以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好你看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去救隊友 Z40要怎麼守呢 頭子車 奴炮 選擇奴炮 那騰甲攻兵來說 是比一般奴兵的傷害還要再多一攻的 所以好像初期一次確實有點軟 很容易被射爛 最近肉也不是很多 好 5號出來之後稍微反推回去 但是依舊還是缺肉的狀態 好戰艦過來 好這邊可以燒村民 Z40看到村民 受不了想要燒一下 好時代還有1分半 頭石車 會被解掉嗎 沒有馬戰車在旁邊 當然這個箭塔應該是可以處理掉 這隻村民的 哇 直接吃到傷害 這隻村民在非常安全的位置 好 爬戰車繼續追逐 欸這裡居然有個青苔路啊 哇 居然逃到左邊的島嶼裡了 OK 瑪莉這邊算是順利脫逃了 海部至於滅國 好這裡再補一根箭塔 但應該沒有太大效果 這邊村民可以直接拆得掉 按頭石車繼續砸 應該可以先升到城堡時代 喔那這邊瑪莉可以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這邊村民逃出來了 就可以3TC開農了 好 雲大這邊被少量騎士追逐 被截掉了一堆奴炮 奴炮直接損失殘重 好 補下一棟城堡 沒有錯啦 博冠地就是要蓋城堡 團戰就是要出馬上清裝騎兵 這裡補下一台圖子車 海域的方面 大陸可能要再補一些漁船 補一些漁量會比較好 海戰部分也要繼續打 哇這個是G40最麻煩的地方 他可能會打得有點痛苦 欸 打假球啊 這個怎麼不燒米害的漁船 哇這個沒有看到嗎 這個漁船抓到 米害就有可能會爆掉喔 好 天甲攻擊手這邊過來下方 但雲大下方沒有為死 哇這邊走過來了喔 天空熊看到 雲大有看到 兩邊都看到 好那我覺得天空熊他們這邊 可以不用再鞭屍了 喔結果正面還補下修道院 哇這邊要點這個救贖思想 開招 這邊是有可能反擊回來的喔 天空熊要小心 但還好他這邊3TC開農 現在臭民宿領先的是 看一下是誰啊 天空熊五十七村領先 哇超多 好彈甲攻擊手 直接過來 看到馬戰車 撤退 這裡馬上清裝起兵 要不要按一下 這裡補下一個城堡 這跟城堡可能會痛擊 Z40喔 好Z40現在也是被包夾的一個狀況 哇這個漁船還在 Z40這邊太忙了 沒有時間去抓漁船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是這個畫面喔 漁船沒在空 戰船沒在空 然後一直在打陸地戰 說好我打海的 結果我沒有打海 這個沒有辦法 難免啦 好騎士 是直接砍到了克勞的家裡的村民 哇這個是二房馬欸 好坦 這個騎士沒有要追 去追嗎 馬戰車不去追 反而是正面屠路 好終於中開闊的洞來 終於要殺到迷害加里了 但迷害加里有足夠騰甲攻兵喔 並扛的話應該是有機會扛得下來 相當攻兵的基礎傷害很高 而且還有兩隻僧侶 招掉兩隻馬戰車 戰況有點逆轉喔 雲大這一波進去會有點危險 完蛋了 他這一圖要送掉了 剩7台 有點打不太贏了 這裡只能集力的 趕快去把藤甲攻擊手打掉 哇 迷害這波守得很漂亮啊 反正這裡一般人來說 進去可能就爆炸了 但他這邊直接毒口 毒死 馬戰車直接被打了回去 好 那紅色馬力也沒有直接全軍撤退喔 反正出了一些頭子車 跟僧侶稍微來反制一下下 好 第四銀這邊能夠守住嗎 馬上輕鬆兵 快按一下 這邊可以燒了回去 好 這邊可能要轉陸地開農了 海上不能再繼續農了 現在要看天空熊能不能逆轉了 天空熊要出騎士駱駝都可以 甚至輕騎兵喔 也可以 因為這個輕騎兵打 哇 他要來直接招箭塔嗎 射掉 NICE 射掉一隻僧侶 大型箭塔 防禦箭塔也夠厚 好 用村民去當坦克 這邊 Cloud是不是有在控啊 控過來的僧侶 這個箭塔 要是能招到的話 對他來說很賺喔 靠一下 OK 燒掉一隻僧侶 左邊這個大型 這個防禦箭塔 能夠有機會 打得下來嗎 燒一下燒一下 兩個隻輕騎兵 OK 自滴 Cloud自滴箭塔 打得漂亮 OK 這邊稍微反打的回去 輕騎兵直接秀翻僧侶 Cloud中間被阻擋力波之後 開始轉手為攻 開始採取手勢了 這樣對於Z40來說壓力很大 Z40這邊可能要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出巨頭開始慢慢拆 反擊回去 看要不要雙TC開農 然後農上去趕快速點帝王 這個馬上輕裝必農 也不能按太多 按太多的話又很難上去 按太少的話又很容易被騎士暴一波帶走 那這個是Z40的困難之處 好 這邊看到直接看到的是生魚 但是騎士有點多 好 自己生魚也是反召回去 兩邊都有一個 生魚克制的因果關係 但這邊又可能被招走 哇 沒有拉到底 現在還是被牽到了 好 這邊翻打一下 輕騎兵打生魚太痛 用三刀解決一隻 效果太好 完蛋了 自己自己的生魚全死了 那這邊可能不能按了 不能按帝王 要趕快繼續農 然後出馬上行中兵 跟生魚繼續按了 那天空熊從哪裡偷渡過去的 他居然走過去了 這是用運輸船嗎 然後這邊直接圍了一個洞 這個畫面有趣 好 天空熊像經濟還不錯 來到了94村 點一下帝王十代 明害這邊也是喔 2TC 然後點帝王十代 準備要來巨型投資機開拆了 好 這邊騎士暴加上蓋城堡 想要來直接把Z40直接帶走 這我可能會直接帶走 這個 後面還有投資車 雜村民很痛 但只能硬蓋了 這個讓對方蓋起來 直接會掰掰 這邊直接滴城堡不是吧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拉更多村民直接來蓋 這個硬蓋起來相當舒服的 三座城鎮中心直接爆掉 就算沒有弄到城鎮中心 也可以控農田 對手這個紫色有點搞 好 選擇地方再蓋 他都已經蓋到80%了 滴掉也只能回收一點點資源而已 好 哪裡這邊再度收到了 雲大的攻擊 這邊只能收村 好 瑪莉看起來是不用理他了 這邊只要專心對付米亥喔 還有左邊紫色而已 好 荔枝瑩這邊大量農田都沒有在耕種了 轉往其他地方獲取安全的農田 好 神道帝王時代的天空蟲 直接點下這種裝騎士 還有三級的... 三級馬鎧 來 那克拉德這邊可能要... 開始轉農一下下囉 有 開始升輪走技術 這邊可能再追出馬戰車的影響力 就沒有這麼好了 這時候就先讓天空熊 Cover一下前線 然後自己趕快先點帝王出巨頭 幫忙拆 或者是3TC開農 好 都是雲大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好 二級木也點了 城堡補下 開城市中心 OK 打得很好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馬舅 開始出騎士 這裡村民要圍一下嗎 痛扁一下天空熊村民 好 不圍 沒空圍 哇 這邊騎士衝有機會 紫色這邊居然打了過來 紫色這時候點下帝王時代 D40這邊已經夠扛了 扛的時間已經夠久了 他已經做到他該做的事情了 而且海有點慢慢打回來的感覺 對手有點是半氣海狀態 這個連這個戰艦都沒升級 就知道有點半氣海 好 天空熊看到對方衝進來 直接重裝騎士 把對手給嚇走 先騎兵加駱駝 直接打爆了紅色的根據地 好 這邊用少量的森駝 加上騎士去給迷害更多的壓Z 而且還點下了救贖 最俗思想 可以招搶對方的森駝 這群弩號應該送掉了 好 騎士開始要往前衝了 天空熊 騎士鑽了進來 來 遊俠也補下了 哇 這邊迷害補得超級快 但下方呢 下方還要再繼續補喔 這邊直接硬砍了 成能 砍出一個洞來 克朗德這邊開始轉容 克朗德這邊開始轉容 好 砍甲攻擊手過來救一下 射騎士還是很痛 這些人家已經升到地龍磁彈有怕血了 好 第一波衝鋒死光自己的重裝騎士 但是還是有稍微打到迷害的一些東西 但感覺並沒有很傷 但是這一波傷害 讓Z4連有機會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這根城堡蓋起來相當的好 但是三台巨頭出來了 可能也是難守 問題有點多 OK 雲大在後方也補下了自己的城堡中心 OK 3TC開農 這裡的城堡中心被弄爆了 好 這裡要再補一個新的防線 第40左邊果然被拿下了 對方紫色升到地龍絲帶巨頭給開始拆了 這邊可能要開始慢慢往下撤了 好 城堡中心繼續補 這根城堡感覺守不住太久 好難受啊 三巨頭 天空熊有機會可以砍掉嗎 再一刀遊俠拿掉 但城堡也掉了 來不及就到Z4連城堡 完蛋了Z4連左邊被壓過來 右邊還有米亥 這邊要再補一棟城堡嗎 結果補的是米亥的城堡 哇 Z4連相當絕望 哇 天空熊現在也有點麻煩 對方有這個 駱駝在 這個遊俠其實不太好 發揮他的效果 現在遊俠只能盡可能去拆巨型頭司機 盡可能讓對方的攻勢 減緩一點點 就可以幫到隊友 拖更久一點時間 然後讓克爾島先起來 那米亥這邊就盡力全力防守 讓對方食物就好了 然後後面讓這個勃勃人 經濟再更好一點 然後爆出更多弱鎚 然後甚至弱攻也出來 這個戰況可能就會逆轉 那Trace現在分數也逆轉了 台灣隊現在分數已經非常落後 克勞德現在有點難農得起來 還是三九村 但我好促想喔 現在紅色基本上是死人一個 現在是三打二狀況 當然其實台灣隊現在是快要死兩個的感覺 雲大經濟也沒起來 好這邊要來搬家了 運輸船已經開始製造 只能載五艘人 要往哪個方向走呢 往左邊要小心這邊的戰艦喔 這一戰艦能過來嗎 不能 D40全面大撤退 OK死人確定 現在D40無法再起來了嗎 這邊要看雲大了 雲大能不能濃起來 沒有很濃欸 雲大居然沒有濃起來 左邊這裡村民也沒什麼暗欸 可能剛剛被騷擾之後村民就一直在保持這個數量 剛剛雲大在瘋狂喔 瘋狂在蓋城門啊 把村民都拉到這邊蓋城門 沒有很專心在呢 在打一個防守室了 在打一個防守室了 天空熊轉出了一些級兵 想要來擋一下對方的駱駝 好 好 少量騰甲工兵終於一起玩 欸 這邊 御書船能跑得掉嗎 這裡面村民不能被射喔 還好這些 一些魚船可以擋下箭矢傷害 哇 這邊騰甲工兵追得很徹底喔 連岸邊的魚船都射掉了 這裡再圍一下 好 正面果然打不太贏 對方出了騰甲工兵 加上駱駝這個組合 非常難纏 沒想到騰甲工兵變成了主力啊 雖然前期確實有點被壓制住喔 但是 到了後期喔 搭上隊友的搭配組合 騰甲工兵也是 故事戰力的 那我覺得 克勞爾這邊好像是不是有點 出兵出過頭 沒有在你懂 雖然本來就是要二折一啦 但我發現團戰還是 要兵打兵農比較好 不農的話感覺有點 很難打後期喔 這後期不太容易 好 現在這邊能應戰的只有天空熊一位 天空熊要一個人 扛住兩家的 帝王兵種 好 第一時間上前開打 能不能打掉正面的駱駝呢 駱駝要是能打得掉的話 就有機會打騰甲工兵 OK 駱駝雖然雖然少量的集資 但自己的遊俠數量已經不夠多 正面騰甲工兵數量還是非常多 射爆自己的遊俠應該也不是問題 完蛋了 這一波遊俠送光了 天空熊 做了最後的一波 好 這場克勞德要蓋下了六七TC 是怎麼回事 開農 還能守嗎 但是城堡剩下一滴血 還好擊退了 駿頭司機稍微反制一下 好 再重新集結一波遊俠 這裡要是守住的話 天空熊他們還有機會 因為D40他們已經在左邊這塊區域重生了 後方這邊經濟也是開始拿了回來 好 這一波夾起來 完蛋 對方保護得很好 過頭直接扛住前線 橫甲工兵有一個良好的輸出環境 不要啊 天空熊 要輸了 哇 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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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絕望 繼續啦 這沒有了 這沒有了 好 我們恭喜法國隊 打贏了我們台灣的天空熊D40 還有我們的雲大 台灣團隊這一波確實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問題還是有點 有點多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講 D40我覺得他已經做到他應有該做的事情 他本來就會面臨這種情況 他前期海淡也算是打贏 也沒有算打輸 你看 以為還可以繼續補 這就是為什麼 世紀帝國 即使打蘇勒海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陸地上打贏就好了 我覺得 這也是世紀帝國滿有趣的地方 就是不要因為自己打蘇勒海就放棄 對手就是這樣子 紫色覺得說 算了 打蘇勒海也沒有關係 我們轉陸地 直接痛扁打海的人 那米亥這邊也是 正面雖然前期打不贏馬戰車 但是後期 他這個防守防得很不錯 然後再加上自己經濟一直有佔容 並沒有一直狂打搶軍事的關係 所以後期送到地龍之帶 藤甲攻堅手數量異多 而且中期內度差點被天空熊給端走 家裡城堡數量夠多 也可以鎖住自己的重要經濟點 所以沒有讓他造成大量經濟損 所以造成後期天空熊沒有辦法對米亥造成大量傷害 由於這邊城堡太多 真的是沒辦法 那我覺得 越南人有點刷新我對他團戰的印象 因為我對團戰的越南人的印象就是 被鐘頭還有榴彈炮之類的東西給砸爛 沒有什麼太大的效益 那如果是這樣應對的話 米亥這個越南 確實做到一個很好的一個中間力量 雖然他可能不是非常強大的阻力 在中期的時候 但是到了後期 這個藤甲攻堅手 只要對方沒有出我剛剛說的一些工程器械 對方經濟沒有到非常完美的情況 藤甲攻堅手確實是一個難解肢體 遠防高 然後基本傷害又高 打遊俠也會很痛 所以這也是造就後期 台灣隊打不贏正面這一波阻力的原因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拜拜